书画家启功先生在世时,明知市面上有很多他的艳品,却对此表现得异常宽容和豁达。 有人问他,其老,您为什么不打假? 他云淡风轻地说,让他们继续卖吧,给他们留口饭吃。 人生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,赢得了所有的竞争和争斗,未必就是成功。 有时,退一步,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,容纳更多的人和事。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,能为他人考虑,能成人之美,这种思想境界映射出一个人非凡的大格局。 曾有人说过,大智慧在于心宽,真正的高手,永远不及着出手。 当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问题时,往往能看到更深远的意义。 一、为他人着想,是最高级的善良。 道德经写道,善行无哲计,善言无暇哲。 什么是善良? 善良是满足自我需求之余,默默为他人考虑,不动声色地援助他人,而非刻意,搅柔造作地展示。 真正善良的人,对他人有着感同身受的关怀,真是期盼着他人能获得幸福。 这种人性之光,是最温暖的善良光辉,已是善良最好的模样。 正版桥画的墨竹欲满天下,但鲜为人知的是,他画的梅花也精妙绝伦。 试图不顺时,他曾在苏州以开画铺为生。 而离他的画铺不远处,一位叫吕子敬的画家也开着一间画铺。 但吕子敬只擅长画梅,总是标榜自己画的梅花是远看花影洞,禁闻暗香来。 得知吕子敬时落魄的秀才,且身体孱弱,家境困苦,正版桥心生怜悯。 他决意在苏州专画竹时避开梅花,不与吕子敬争风。 有人请他画梅花时,他便推荐吕子敬,并在一起画剂抄群。 有一次,尚书大人造访,请正版桥回梅花图。 若他能与尚书交好,便师徒有望。 然而,他依旧婉拒了,还请尚书去向吕子敬求梅。 慢慢地,吕子敬画铺的生意越来越好,其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。 几年后,正版桥离开苏州时,很多文人前来送别并胡赠礼物。 吕子敬赠了正版桥一幅梅花图。 正版桥也画了一幅梅花图,作为给吕子敬的挥礼。 吕子敬看到正版桥画的梅花气韵更加灵动,只见涂上数朵梅花清晰可见,于则随意涂抹,给人一种触目横斜千万数,赏心只有三五朵的意境。 他惊叹之余,恍然大悟道, 原来正凶之所以不化梅花,是为了给我留口饭吃。 古语有言,善于人知,不是真善。 生活中,有些人可能出于特定的目的,刻意去做善行并管而告知,这种行为有时可能被视为伪善。 其实,真正的行善,无需人看见。 当你不求回报,用自己的光照亮他人,温暖他人的时候,自己的心灵也会得到洗礼。 为他人着想,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行,更是行事、历史的根本。 二,成全他人,也是成全自己。 人生在世,没有人能活成一座孤岛。 人与人之间,无非是你拉我一把,我助你一臂之力。 只有在你来我往中,相互关照和成全,才能形成最好的关系。 其实,懂得成全他人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就是成全自己。 1997年,东南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, 许多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,有的甚至濒临倒闭。 一家印尼的玻璃生产企业,也是曹德旺玻璃公司的其中一个供应商,已濒临破产。 这家供应商主动来到中国拜见曹德旺,希望他能增加购买玻璃的数量,助自己渡过难关。 当时曹德旺的玻璃公司规模并不大,但他认为,人和企业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,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 不过,很多人认为曹德旺会借机压价,以获取更多的利润。 然而,曹德旺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,他不仅答应了供应商的请求,还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订购了大量玻璃。 这笔订单,对于供应商犹如雪中送炭,极大的减轻了他们的经济压力。 而曹德旺的这一决定,日后也给自己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回报。 当金融危机逐渐消退,玻璃价格开始大幅上涨,但供应商并没有趁机对曹德旺涨价,而是依然以原价向其供应玻璃。 基于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,他们的合作也更加稳固和持久。 回顾曹德旺当时的决定,看似草率、冒险,实则是慎重考虑的结果。 他深知,合作的双方,只有守望相助,携手共进,才能实现双赢。 若只记眼前,不看长远,自己的路便会越走越窄,直到无路可走。 正如贾义在新书中写的这句话,爱出者爱返,服王者服来。 人生就是这样,你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,你的付出终会变成你的福报,慢慢地回馈到你身上。 到最后,你不仅帮助了他人,还成就了自己,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。 三,你的每一份付出,都在称大你的格局。 我们常说的格局,是指一个人的人格品行和气度。 格局大的人,心胸宽广,乐于助人。 对他人力所能及的付出,既是爱心的流露,也是对自我精神的滋养。 正所谓积善成德,而神明自得,圣心被焉。 当你不断付出时,你的智慧在发展,你的精神境界也在提升。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戏曲家程彦秋拜戏曲大师梅兰芳为师。 尽管两人是同行竞争者,有着潜在的利益冲突,但是梅兰芳仍倾囊相受。 他明白,戏曲是一门艺术,需要更多优秀的后备参与学习,才能不断发扬光大。 为了让程彦秋深物戏曲精髓,梅兰芳每次演出,都邀请他亲临现场观摩。 1947年,两人在上海同时演出,梅兰芳在中国戏院,程彦秋在天产舞台,这可谓戏曲界的一次打擂台。 然而,梅兰芳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名望去打压程彦秋,反而采取了出人意料的举动。 为避免影响程彦秋演出时的观众数量,他主动询问程彦秋的演出剧目清单。 一旦发现两人的演出剧目相同,他便主动更改自己的剧目。 更为难得的是,在票价设置上,梅兰芳也不超过程彦秋,以此来彰显程彦秋的价值和地位。 那段时间,两个戏院的观众都是常常饱满。 后来,在梅兰芳的提携和扶持下,程彦秋也成为京剧名家。 梅兰芳因其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精神,也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和爱戴。 两人亦师亦友,共同推动了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。 老子曾言,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 生活中,有的人心胸狭窄,自私自利,有的人善于付出,就像水一样包容。 而这样的人,内心更加平静和富足,也更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。 莎士比亚说,慈悲不是出于勉强,它是像甘露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。 它不但将幸福寄予受尸的人,也同样将幸福寄予施予的人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让我们心怀善意尽己所能,帮扶他人。 当善意在人与人之间流动,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有碍。 余生,愿你我都能拥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,修炼出人生的大格局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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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